蝦干 蟲草花 炒 杏瓜 我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家常菜 就是蝦干 蟲草花 炒 杏瓜 最近很多都是说猪贵 所以我们吃其他东西 我买了这些蝦干 蟲草花 杏瓜很长 因为镜头也拍不了 所以我买了一条 就够了 有些干葱头 姜 首先把蝦干洗干净 加少许水浸 浸完就不用加太多 水就流回 不要倒 蟲草花也要把它洗干净 因为它是 种出来的 培植出来 也有少许泥的 把蝦干洗干净 把蝦干洗干净 洗干净之后 加少许水浸软 杏瓜 把皮刮 用刀刮 可以绿色 你喜歡切什麼形狀其實都沒什麼所謂的 現在切些薑蓉 切些蔥蓉 切些蔥蓉 現在準備調製芡汁 這裡準備大約1.3碗的水 加入大約1茶匙生抽 1茶匙生粉 還有加些麻油 攪拌均勻 現在開始煮蔥了 燒熱的鑊 加些油 爆香的鳥頭 炒香料後 加入蝦乾炒香 炒香 然後加入蝦乾水 煮一煮蝦乾 炒香料 現在炒香料 現在將蝦乾已經煮了一陣子 就可以加些聖瓜 炒香料 加入松草花 加入1.3茶匙盐 1.3茶匙糖 1茶匙菇粉 炒均匀 加入1.5茶匙 炒均匀 不需要煮太腍 不够食 加入蜆汁 收汁 加入蜆汁 就可以上碟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松草花蝦肝炒盛瓜 喜欢的可以试一下